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崔家明老师 今天的视频内容是有关P4的小朋友 接下来一年的奥数学习规划的 主要围绕三大竞赛到底应该准备哪一个 以及如何去准备 好,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三大竞赛 分别是Emmos还有莱福士和华中他们两个 其中莱福士和华中这两个竞赛 对于P4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尤其是华中的竞赛 他只能P5和P6的小朋友参加 所以大家最早也是到明年才有参赛机会的 那这两个竞赛呢 他P5和P6是分成了两个组 大家明年可以参加的是他的初级组 好,那具体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下 孩子到底适合哪个竞赛 分别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先来看第一点 叫他奖项的含金量 排序是图中这样排序的 华中的焦虑二组大于Emmos 大于RI的焦虑二组 为什么这样排啊 因为对于华中的来讲 首先P5的小朋友参加的话 也是没有水分的啊 就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是前十去参加 以及呢 他的个人奖项是前20名的个人奖项 是P5和P6的小朋友放在一起去评价的 所以你能获得前20说明你在本年级已经更高年级当中是排在前20名的 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而Emmos相比啊 他就是P4和P5也就是你本年级和比你第一年级的学生 而RI这边呢 他的焦虑二组是可以P1到P5全部参加的 以及他的题目形式全部是选择题 所以从题目设置以及参赛人员上来讲 他的含金量相比会弱一些 这是第一点 那是不是说Subs的含金量最高 我们所有人都参加他呢 肯定不是的 首先他有一个名额限制 其次呢 同学们也要考虑一下他题目难度的问题 大家直观的可以看这样一个图 RI和Subs他会考更多的知识点 比如说圆和上行 排列组合 分数列项 这些都是在Emmos当中很少基本不会考到的知识 在RI和Subs当中是会考到的 所以他范围更广 以及第二点 他难度更大 同样的百分数用题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RI和Emmos他的一个考法 基本上都是一万有关竞赛的参赛人数的 涉及到百分数的一个增长 但是RI这边就会复杂非常多 所以难度上比同样的知识点 RI和Subs也会考的更难一点 以及第三点 同学们也要评估一下现有的奥数基础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一个表格 黄色部分是你要准备Nmos以及RI和Subs一轮都会用到的知识点 而绿色部分就是Nmos不考 RI和Subs一轮会考的 红色部分就是RI和Subs二轮他会考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看自己的一个学习进度是处于哪一个阶段 从而决定哪一个竞赛更适合自己 那最后我帮大家总结一下 对于RI和Subs这两个竞赛如果你想参加的话 因为考虑到他竞赛的难度以及竞争的环境 以及名额的限制 所以我建议已经有长时间奥数学习经验 你可以在GP班排进前五 或者今年以小四的成分参加Nmos进入到二轮的 这部分特别优秀的学生 你可以把接下来的备考重心放在这两个竞赛中 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刚接触二手没多久 或者说零基础的绝大多数明年P5的小朋友 你就准备Nmos就可以了 他如果你能取得Top30的成绩 也是可以在你的DSLA当中取得非常大的帮助的 并且他是在明年6月份考 备考时间更加充裕一些 好那说完了如何选择 那怎么去学 课程学习的规划 我们从年底假期开始都是朝着两个目标 一个是现有知识的一个深入 比如我们之前有学习分数用题 那我们会学习他更难的比例用题 就是往深往难的学 其次就是往广的学 比如说排列组合 在上面那个知识点的图当中 他就是属于第二阶段的知识 所以我们会拓宽孩子的知识面 这样不管你是准备Nmos 还是另外两个竞赛 都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同时明年的春节课也是一样的逻辑 最终我们起到的一个目标是 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下 你是可以在明年考Nmos之前 把一轮二轮所有知识点给学完 同时学到部分Nmos会考到的内容 好 这是课程学习的规划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 是有关分数用题 大家一定要把它格外上心 因为它是后面百分数比例问题的一个基础 它很多知识 很多考点都是以分数用题作为基础的 所以为了帮助奥数零基础 或者刚开始接触没多久的学生 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我们在本周四晚上 有一场分数应用题的公开课 是以免费的形式 线下为大家授课的 所以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有接下来准备奥赛的同学 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去报名这个分数应用题的公开课 左边这个二维码 是我们WhatsApp的群组 大家可以扫码进群 咨询课程 右边这个二维码 是我个人那个微信 有关孩子的具体的情况 以及接下来的学习规划 如果家长们想要咨询的话 可以加我个人的联系方式 好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帮助到大家的话 希望大家点一个赞 以后转发给更多的同学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再见 再见